《專家開咪》 繼續回來這部份就是《專家開咪》 如今熊 剛才我們跟Donald 卓文兄談了市場發展 其實大家關注案件市場的情況 請這位嘉賓跟我們談談 就是經歷案件專屆首席副總裁 曹德明 Eric 跟我們談談 Hello Eric 你好 大家好 Eric 你好 好 大家都關注案件市場的情況 尤其是今個星期說 未來銀行方面會否收緊現金回憎 簡直是減少了 先和你談談市況 2月底全面設立後 發展商真的多 發展商都積極推盤 怎樣看目前樓市現況和交投情況 成交一手大家都知道 在不同的地產朋友都說 成交率很厲害 在設立後 3月份的時候也有4,28多宗 有些都未在田圖廳上反映 其實未來這個月未必會這麼高 我想3,000多宗應該走不掉 在二手裡面 其實那個成交在3月份也有5,000多宗 市場上都未完全能記到 不同的地產代理朋友都說 未來4月份的田圳廳反映出 大概8,000多9,000多宗 其實近來我們看起來是平穩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市場上較為便宜一點的物業 其實成得都很快 其實在預期較為向好一點 其實業主要劈價 那個意欲就減低了 大家都在觀望多些 那邊一樣 很現實的 可能之前300,500,400多 他都看好一些想一想 才入市 所以整個市場氣氛就緩慢了一點 成交多了 今天個個都要做按揭 不過最近聯儲局的主席 鮑威爾暗示 又說不急於減息 可能需要比預期更長的時間 維持高利率 你怎麼看美國的利息走勢 香港又如何呢 其實它的息口走勢 其實都相對複雜 但我們都說它 因為今年都大選年了 其實它怎麼也有個平穩氣氛 還有CPI數字呢 都是向下走勢 雖然去到某些位置 我們叫Sticky一點 就是不是很肯落的 那 但是 因為都還有其他的因素 包括 例如說 它都想軟著陸 我們說 那些昨晚出來的數字都不錯 那 雖然7月裡有些輕微上了一點 就是我們叫和和的計數 其實它有個機會 我們都還在看 它7月份還有機會減一次 但是那個數字 會不會是去年年頭 或是今年年頭 或是今年年頭 減三次 最誇張的 我聽說是減六次 然後就變成三次 三次我想 但現在第一次都沒有開始 是的 其實第一次我們估計 都要7月 其實我們暫時還是保持 我們去年那個預測 其實過往的歷史 都起碼它就算停了 如果去加或減14個月以上 他們觀察到一段時間 他們認為是舒服的 他們才會調整 加上大選都希望他們會平穩一點 加上數字都還可以 我想它會起碼減一至兩次左右 但是周圍周邊的環境 其實大家都看到 其實都是相對複雜一些 好像中東局勢 鵝烏未解決 地緣政治局勢真的緊張 緊張 其實它的油價 雖然你喜歡炒油的 看回回一點點 但其實大方向沒有變 供應仍然是緊的 如果它真的假設緊的話 其實其中一組數字 就是炒油有機會是升 再加上來講 它的工資是追不到 再加上 其實拜登說 它和中國不是競爭 我們大家少說 大家都知道 基本上都沒有做好朋友 不是競爭是戰爭 但是美國的貿易關係 始終都是比較緊張 大家知道 緊張的話 加關稅有什麼影響 其實前年大家如果有留意 其實它加了關稅之後 其實它民生的東西都會加的 其實間接都影響到通常數字 如果它各樣都是 基本上夾起來會升 那未必是好事的 不過我們看 這些都可能是後少少反應 可能是明年 我們覺得 還要看11月大選之後 是否特朗普上場 還是拜登繼續坐在這裏 還有機會減息 最低限度 至少有一次至兩次 這次的週期完結之後 就再看了 可能下加之後再看會不會升 到時才會再算 那香港的案息的走勢呢 之前美國方面加息 其實香港沒有更續 現在我們目前的案件 是怎樣 預期方面的息口走勢又是怎樣 上一次其實美國加了11次 其實加了5厘驗 香港其實加了5次 其實加得很少 其實在我們不同的節目 都經過了 其實它之前我們應該要追加 起碼最低限度 有0.25至0.5之間 但是它兩次都沒有動 它有不同的考量 始終香港經濟未完全復甦 大家都就著來做 所以變相來說 其實它都有一個壓力的 但是現在美國減息 如果預期是做得到的 沒有落空 其實它們未必需要追加 但是如果真的假設 不幸運 它又不減 它那個我們叫做觀察期 可能去到明年 由先到最後再看 可能加或是減 那就相對複雜一些 可能有機會 我們看最糟糕的 有機會輕微追加一點點 近日有些傳聞說 大型銀行甚至乎幾乎所有銀行 都削減了這個按揭的現金回憎 那你了解到的情況 其實究竟是怎樣 銀行現在在想什麼呢 其實買家都很敏感 對於現金回憎這件事 用家是 用家始終多一萬幾千元 都幫補一下律師費 是現金流 是的 都幫補一下律師費 但是在成本效益 風險管理 其實我們看 在不同銀行之前 其實已經變成五個P 資金成本本身來講 都是一個很大的考量 剛剛也提過 香港還沒有跟蹤 其實最一位利率 H 其實都在四年三年以上 走了一段夠長小的時間 其實基本上 間接反映 支持銀行做的 按揭生意 其實基本上沒有什麼肉食 其實還要去到另外一件事 就是 昨天 金管局 銀行公會都有提過 我們叫資產負債表 貸存比率 風險管理 成本效益 其實幾樣東西加上去 其實他們在不同銀行裏面 都在做這件事 再加上 在我們講去年的時候 其實市場上 整個市場的氣氛 都是相對的弱的 其實很多銀行內部 可能預計 今年做個案件成數 或者做個生意 其實都應該理論上是縮減了 但是在三月份 剛剛也提過了 我們叫一個月 就是打爆了成貴的 因為大家都在等財政預算量之後 減額之後就出現活動 沒有想到那個活動 相對地快 還有急 其實它一個月的成交量 其實等於去年差不多成貴 我們看到有些銀行 其實第二季的quota 基本上都爆了 那麼快已經爆了quota 其實他們要再重新 再檢視內部 資金如何去做多一點點案 這個時間 大型銀行既然 成本效益去看 其實他們都看回 轉案其實去年都一直減 減到沒有 現金回陣 其實整個轉案 我們去年都預計 基本上要跌 再加上 其實現在 一二手的成交量 都是多了 其實人手 其實在去年 如果你們有些銀行朋友 你們問一下 不要只聽我說 其實他們在我們知道 其實他們是調去分行做前線 做Teller 不是開玩笑 我們自己本身都在內部檢視 會不會生意更差 我們會不會再調整 都真的有壓力 各行各業都有壓力 有壓力 但二分一過完年之後 完全是兩個世界 所以第一 人手調配裡面有關係 好像事業開始微微地上升 百分之三 現在正在反映之前 接下來我們都看會更好 辣椒之後 加上不用壓力測試 大家猜銀行其實在按揭的取貸上 特別是這個審批時間 有些說長了 你們了解情況又如何 風險管理一定有的 因為它本身之前 很多時候 大部分 我們在早幾年 一半以上都是用MIP 我們叫按揭證券本公司的保費 即高成數那部分 其實是超過六成以上 全部都有保障 難聽說 它跌了一個價錢下來 或者是銀行收回來 其實在世上還有風險 保障 但現在不是 現在來說 我們叫好那邊 銀行就自動性 即他們自己去做那個調節 但不好那邊 風險就自己吃回 那這些其實現前 可能有風險成本 可能在客戶自己買保險之後 那些剩下的成本 可能就放回到下面 但現在不是 現在可能來說 它都要計算一條數 放回到新申請案件裡面 所以其實在二更回席裡面 可能反映了一樣 第二個批准情況 流程剛剛提過 人手其實之前年尾的時候 其實有些都割走了 在我們Mortgage Team 我們叫按揭隊那裡 其實很多時候都有一些 已經下去分行 即我們叫熟手技工 已經轉走了 現在要重新再調配 要少許時間 其實之前我們說過 生意沒有那麼多 其實風險部 可能批准部的人 都慢慢慢慢自然流失 他走就容易 你要即時回來 都要少許時間 其實剛剛一個月 我想他今天要聘請人 可能都要年中打 請人不是那麼容易的 現在 好的更加難 他反過來而已 我想那些時間 會反過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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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批准的人手 可能都要選擇 始終來說 他們我們看得到 如果你general一些 有稅單有盛那些 其實他批准的流程 都是正常的 所以見到你有時候 都聽到 有些銀行做那些 是保險公司那些 他們會批得有少許現金 或者還有少許淨 可能0.3都還有 就是這樣 如果你要批可能叫自僱 其實他們看的東西 和scan的東西 會多些 比如說 好像飲食業 近來或者是做旅遊業 其實那個環境普普通通 我們不要說它差 還未完全復甦到 如果你又剛剛 剛好是那一行 其實他們要focus去看 這些可能會看得很緊 那些發展商 以前推盤 就很流行跟銀行 就拍著一起 按揭優惠 現在還有沒有這樣的趨勢 現在都還有 始終來說 每一個客戶買樓 其實都要銀行幫忙 去做那個支持 實際上 其實我們都在做一個槓桿 那其實可能 客戶可能拿一成好 兩成好 甚至他都五成好 那另外那些 全部都靠借回來 是上會的 其實在銀行角度做生意 那在發展商角度 最重要的是 客人是 借到錢回來 找帳 沒錯 那你借到錢才搞定 那現在的公樓負擔比率 是不是還是處於一個健康水平 樓價就由高峰期回落了不少 其實你自己看看 現在負資產的情況又是怎樣 負資產輕微升了少少 因為本身樓價跌了 去到萬多鐘 那接下來的數字 可能還有少許上升空間 但之後我們看過負資產應該就會回落 再加上那個我們叫做延遲版本的數 都還是挺漂亮的 包賣其實早一陣子 金股公司都提過 其實如果你是MIP 我們叫做高城數外企 那邊再低一點 那這批客本身來講是自用的 所以他們基本上就算不供層樓 拿去賣 其實他們都要租一個層樓 所以其實銀行都是相對於安全 但風險比率或者入息水平 其實理論上是健康的 大部份我們看到的年期其實縮短了 即是有些蟹借少了和縮短了 而且近來剛剛放寬了辣椒之後 我們內部的申請看得到 其實用高城數的蟹蟹就少了 反而是七成邊的那些多了 這些可能就是有些國內客 國內客本身來講一來借不足 二來來說有些國內客 我們看到他們反而喜歡是全賣 也有實力的 不想借那麼多 通常如果是這批客有些實力 當然如果他們想借高一點的成數 那銀行本身來說這些客要看 因為其實看不到他們香港的TU 其實他們國內沒有物業 其實他們都會保守一點 雖然根本放寬過他們最高一做七成兩 其實個別銀行我們看得到 其實他們都未必批那麼足 他們都會看回客戶的背景和實力 總之做按揭的話 買樓都是因應自己的情況 最重要是貨給三間 每間銀行去價格 否則又或者找地中價代理方面 幫幫手也可以 所以最重要是量力而為 今天我們先和Eric談到這裡 多謝你 多謝Eric 多謝大家 raf�震 非常寬鬨 最後會拿到水 祂